我叫高企强 曾经 我只是在食厂里 一个闷人的小商贩 在旧厂街那个小小的鱼道里 我每天以鱼为伴 那时候的我 起早贪黑地守着那个小汤尾 是为了能让弟弟妹妹 不想收回好点的生活 每一天的劳作 与心味营热在我身上 什么洗都洗不掉 好好堂家兄弟成为日常 只有这样 我才能保重了威武的身体 大年三十的晚上 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被关键看守所 在那黑暗的小墓里 和绝望地思考着我的命运 就在那时 安心警官出现了 他的出现 就像一道微弱的光 照亮了我灰暗的生活 安心对我的照顾 使得周围的人 对我开始令人相看 我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 我一次意识到 有了靠山 日子可以不再那么憋屈 我开始有了改变命运的念头 弟弟高启尚和妹妹高启兰 是我生活的全部希望 为了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愿意付出一切 起盛大学毕业后 提出要开小林工业 我没有犹豫 我没有犹豫 爸爸是接高利贷 我也忘了实现梦想 然而 命运总是爱捉弄人 实惟的意外死亡 让我卷入了一场 无法回头的漩涡 我被迫与唐家兄弟 徐江等人 纠缠在一起 也一步都走得胆症心惊 谁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认识了陈树田 一个聪明且有手段的女人 通过她 我搭上了看书这条线 拜了干爹 进入了建功集团 我开始学着 在这个耳于我诈的世界里生存 学着用特种手段去争夺力 去铲除敌人 随着权力的增长 我的欲望也越来越大 我不再满足于 只是建功集团的一个小角色 我要成为掌控一切的人 为此 我不择手段 铲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我建立了强盛集团 涉复了各种生命 表面上 不是金海市的企业家 除善家风波无限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背后隐藏着多少 见不得人的狗党 我曾经以为 只要我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和财富 才能保护好我在乎的人 可是 我错了 弟弟起生了一位贩毒 走上了绝路 最终死在了我的面前 每一刻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和陈树田之间的感情 也因为我的野心和争斗 变得饥饥可危 最终何也离我而去 留下我独自在这黑暗的深渊里 越陷越深 我的儿子高小陈 他怨恨我 因为我的所作所为 让他的成长充满了阴影 我想要弥补你 却发现已经太晚了 回首往事 从于善良 万分的卖鱼法 变成了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他知道 犯下的罪行不可少数 但蠢一路走岸 我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我只是想让家人不是好事 只是不想再被人欺负 如今 我的末日即将来临 安心 那个曾经给我温暖的警官 终究还是站在了我和队里面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坚定和证明 那是我早已失去的东西 我知道 这些迟早本来 只是没想到 会来得这么快 我不后悔 我所做的一切 是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但我对不起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 对不起我的家人 如果能重新来过 我刚起枪还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人生没有路 只有后补和结果